近日,星巴的爱徒蛋蛋因为直播过于频繁遭到一些网友吐槽 称他抢了新选其他主播的场次 8月2日晚,他在直播中回应此时一度哽咽 他说自己没有抢任何人的场次 左播的每一场都是公司安排的 是师傅星巴安排的 我真的没有抢任何人的 我播的每一场是公司让的 是公司安排的,是我师傅让的 现如今星巴不仅想让他隔天播 终极目标是想让蛋蛋日播 只因新选用户有需求 蛋蛋称自己已经花了所有的勇气 所有的力气在直播这件事上 直播是生活,是事业,也是自己的一个梦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起来 称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并呼吁大家理解一下 我快坚持不住了,我真的好累啊 对此,有网友指责星巴过于严格 让蛋蛋本来快乐的一个人 现在也被鞭打得不开心了 还有人称他像被洗脑了一样 被培养成每天24小时直播的机器 据范范了解,星巴旗下连续几位主播解约 有的直言在新选团队压力太大 对于蛋蛋在此次直播中哭诉 大家怎么看